我们这几个月 一直在跟她重逃 一直在保持联络 一直在帮她加油 一直在鼓励她 言语中透露满满不舍 小嫌身陷昏变风波 好友艾利克斯夫妇 始终陪在身边 更拉她出来散心 小家15号晒书和两夫妻合照 写下两天没好好吃饭 也没出门 更谢谢艾利克斯 在她很无助时帮忙找律师 我会一步一步往前走 只见小嫌疲惫脸庞 终于挤出笑容 看似心情平静 但其实同一天 她才抛出震撼蛋 表示自己11月14号 早就收到何守正 以APP传来的离婚协议书 这样你要的无条件很简单 关于财产 还有关于赛养罪的部分 就登到我们一般的立岛 那就是写说 双方都互相抛弃这样子 那这样子的离婚协议书 草稿传给她以后 我们有明确的跟她说 希望她可以提供她的意见想法 要怎么样修改 都可以再提出来讨论 何守正律师博斥 绝对没有拒绝给赡养费 11月中给的只是草稿 双方都能再讨论 但给小嫌后 这一个多月都没有下文 如今抢先发文 小嫌律师为此道歉 对方律师你有用电子邮件 向我道歉 是说小嫌发这个文章 她事前并不知道 那造成一些误会 希望我可以谅解 你们可不可以想一想 就是如果可以的话 就是珍惜这个生命这样子 在宣布婚变前 小嫌录制谈话节目片段也曝光 之前小嫌谈到婚姻话题 表情略显尴尬 面容也显得疲惫 正前幻面风波越演越烈 目前小嫌律师透露 双方已经在磋商嫌疑内容 风波平息恐怕还有段时间 3D新闻中文报道